台湾各位团众会过在晚安 观众和我们午安 午安午午午午猪 那么高雄大气暴的第14天了 那么在灾区的灾民生活 更加的火热而且水深 因为大雨特暴并没有解除 那么在现场的淹水危机 当然也就很难消除 灾情就不完 更遑论重建更安置了 那么高雄市政府的乱务章法 跟低效率 现在我们的灾民到底还能够忍受多久 今天台湾顾问团持续关注的是高雄 继续带大家来看看现场状况 这个问题如何快速解决 当然还有责任要如何的持续的追究下去 赶快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四位来宾 我们就好好来做讨论 赶快看看高雄现在的状况 首先从我左手边为大家来介绍起 那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第一位来宾 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江启臣 大家午安 好第二位为大家介绍是警政学者叶宇兰老师 各位好 好今天在我右手边为您介绍是 特地从高雄上来的红条跟律师 因为这回他已经对陈菊提告了 红律师好 大家好 好那今天现场请到资深政治记者李明贤 大家好 好那么在高雄这个 昨天的这个雨水说是用倒的了 老天似乎真的很无情 倒倒倒倒成这个样子 日子怎么过下去 但这也是考验高雄市 原本你所引以为傲的排水系统 以及引以为傲的这个整个市政团队的能力 但这些能力有展现出来吗 先来看这则报道 大型抽水机已经抽水抽了好几天 但高雄气爆灾区的水 好像怎么抽都抽不完 四五台抽水机同步运作全力抽水 其实经过重心不稳 还被强劲的水柱冲到摔车 那你是要去哪里啊 要去发便当 哦 灾区发便当哦 对啊 大雨上将近一个礼拜 只要下雨从制高点往下看 太套海旋路就淹成海旋河 尽管市区上百台抽水机 24小时接力抽水 12号一场豪大雨 高雄市就有多达62处淹水 尤其气爆灾区排水系统早就受损不通 周边住户有人一淹96天 边有糖 所以说这边最终的就是 对那边有糖 连日豪大雨造成市区淹水 淹水范围也越来越大 全市共动用超过4.4万个沙包防淹 还不够 光是领养前镇的一淹水区 沙包就有8600个 各单位也加派抽水机进驻 除了市府的79台抽水机 加上水力署提供21台 军方15台台南市支援5台 目前全市已经有120台抽水机定点运作 另外台中市支援的5台抽水机 最快13号中午就会运抵灾区 但堆沙包抽水只是治标不治本 水力局也研理了新的水稻分流计划 然后让这边的水往这边回流回来 它会顺着河南河北路中间有一条 那个底下一个排水沟的方向 从那边出去 水稻分流计划简单来说 就是在灾区增加一条水稻排水 因为起爆前原本的排水系统 是沿着三多路二神路走一心光滑 把水引流到中山节流上后 再由前镇河流到高雄港 起爆后水力局规划新的分流点 原本从三多路流到二神路的水 有一部分会回流到三多路的管线 沿着河南路跟河北路的排水系统 转到建国路最后会流向暗河分流 灾区防烟可不容缓 冲水堆沙包引到分流 水力局三管旗下二指水患 只盼老天别再下雨 借机让我们配入高雄报道 看到我们的记者告诉大家 在高雄灾区最新的一个状况了 大家都在问真的是老天爷不配合 那么所谓的暴雨一下将近有六天之久 但是灾区因为整个道路 特别是排水相寒也都被炸掉 所以现在排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刚才看到我们新闻里头 告诉大家高雄市的水力局 才开始要做排水倒引水路 这个部分要赶快请教江委员 你们在地方上 这关事件是不是 7月31日爆掉 我们看到整个道路就已经没去 其实第二天第三天 就开始有小的雨量出现 其实就是小溪流已经出现 但高雄市政府到现在才要去做水路 这个是应该又是人祸 不是天灾了吧 没有错 其实我们目前所看到高雄市的灾情 我们很容易把它联想成是气暴 然后加淹水或者天灾 但实际上这两件事应该是采开来看 气暴是人祸 那下大雨当然 我们或许有些也只能怪老天 说雨下太大了 陈举昨天就这样讲 说这超过 十余亮影超过过去的这些纪录 所以没有办法去应付等等的 但是不管是在 你说气暴这个部分 你之前因为管路等等这些权责 不清所造成的这些事发的时候 没办法第一时间掌握状况 可是水灾就不一样了 这个高雄不是第一次淹水 如果各位还记得四年前 那时候也是快要选举的时候 高雄因为台风也淹大水 那一次陈举还因为睡觉的问题炒得很大 但后来他还是顺利连任的 那可见高雄的淹水问题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是已经好几年长久以来的事情 然后我们过去也花了八年八百亿的治水预算 那我们想请问说 那这些成效到哪里去了 还有高雄也曾经因为像地下管路 湘涵这些排水得奖 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水利局 还不知道说要如何去因应 说这一场豪雨大雨所带来的这些灾情 或怎么样来排水等等 我觉得是交代不过去的 那如果在地方上来讲 这种事一发生 我们只想到说 那你之前迅期的演练 可能真的没有做 因为迅期来临之前 每年大概地方上大概4月份 都在做防灾 迅期防灾的演练 然后再加上这一次 你那个地方已经低蛙炸出来了 为什么你没有去想到说 下雨可能会淹水 甚至其他县市 我记得上礼拜朱立伦 他已经隔空又提醒说 高雄你如果说觉得说 需要我们资源什么 像抽水机等等 他也特别提醒说可能会下雨 那我诸如等等很多人在提醒 结果你看今天我们看到这样 我们非常的难过 非常难过 其实全台湾的关注点都还在这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但是偏偏在这里 我们发现最死不上力的 居然是高雄市的地上父母官 就是高雄市政府 刚才讲到 这个八年八百亿的治水预算 南部拿得很多 明显南部高雄拿多少 这两天当然台南也淹掉了 拿了多少 拿了多少之后 他钱用到哪里去 这个治水一直是排水系统是他非常引以为傲的政绩 我们刚头部委员在谈 在分析的时候也告诉大家 这么多管线得奖的东西 这个奖都是拿假的吗 这拿来讲 八年八百亿政府已经编列预算 看一下南部县市编列最多的 就台南169亿 然后第二多的就是高雄市101亿 然后第三多的就云林83亿 然后之后嘉义跟屏东都拿了65亿64亿 所以其实你说政府没有照顾 他施政是仲北侵南吗 其实也没有啊 你看治水预算 他还是南部县市编了那么多啊 那高雄跟台南总共砸了270亿 那这些钱过去几年 过去八年来 他治水预算到底丢到哪里去了 真的都是丢到洪水去了吗 那刚刚委员有提到2010年的凡那比台风 一样造成水灾啊 那陈菊最后坦诚说他在官邸睡觉 所以最后变成一个 被网络被人家调侃说 他是睡局嘛 那这次就在你看高雄气爆之后 那一样陈菊那三个小时的应变措施 一样被人家K的要命啊 那这次当然天要下雨 降下豪大雨 真的是老天无情 可是官员应变了疏失这一部分 市政府过去几年的治水成绩 真的可以接受检验吗 刚刚说高雄市政府的接管率得奖 那我这从那个营建署拿到最新的资料 高雄市政府接管率到今年六月的地下水的接管率是百分之五十一 他还输给新北的五十八哦 那台北市的接管率已经是百分之一百了 那你对照的话 民国一百年 县市高雄县市还没合并的时候 接管率是三十八 那过去三年来提升到五十高雄市提升到五十一 你说他真的经费是有投下去了 可是才百分之五十五十一而已 他还落后给双北 你说他的真的建设是有吗 可以一下一场雨 然后就经不起考验 我觉得最值得纳闷的是 为什么地下的这一次每次都出包 你看地下水管 然后地下管线 高雄市政府他号称说 他的是那个城市都是在 治理都在上面 你看城市美学 地表上都建设美美的 可是他地表以下的地下水管 地下管线 这些都经不起选业 为什么没有选票 因为治理地下水管 地下管线这一些 人民看不到 没有选票 他就不去治理 所以整个高雄市政府 他的施政都是以公关行销 以选票为第一选择 所以这一些 当然受不了天灾 人祸的检验 就通通出包了 我们同步看到 其实在这个管线的部分 刚刚明显在点到的时候 其实看到高雄市政府 还是有把它给美化 所以在这里 高雄市政府的地下管线数位化 2009年得奖了 全国第一名 他也一化城市管线 也是全国第一名 那么在2013年的 公共管线绩效评价 也是全国第一名 管线成绩其实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这管线成绩 会评为全国第一 为什么这次是这么的脆弱 不堪一击 我请教叶月兰老师 当然会说 那是先气炸 气爆在前 所以把它全部炸坏掉了 所以才会今天 焉成这副德性 但是气爆 确定是个人祸 刚才明显也告诉大家 你的地下接管率是很低的 虽然这个状况 又要劳烦消防人员去救助 这是什么样的恶性循环 当然是个恶性循环 其实刚刚明显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昨天得到的一个数据 台北市交通警察 一年开单量是150万张 台南市开了是15万张 台南市跟台北市人口数是差不了多少的 那你就会觉得说 那台北市 难怪台北市 你看在那个什么远界民调 什么 在六都里面台北市最后的 台南市会是最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台北市 刚刚明显在念的时候 说接管率是百分之百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台北市在整个 不管是就是过去 郝龙斌市长的执政时期 或是马英九的执政时期 那个时候甚至有没有往前推 还包括陈水扁 陈市长的时期 这一连串下来 其实他们每次在 这个挖地下管线等等的 老百姓骂嘛 就入瓶砖 为什么开挖 可是你看 他们最近 尤其那个郝龙斌 他常在讲说 他这个地下公共管线 弄好了之后 至少他规定 就三年不会开挖 而且他有固定的一个高度 因为我们警察局 在装那个CCTV的时候 就是这个监视录影的时候 动那个管线的时候 就发现 那个很大的工程 因为我们都挖得很深 那个地下管道 都是要在最少的1.5公尺以下 可是我这次在气爆之后 我们看到有一些新闻的 这个照片 资料照片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 包括好像有一张 就是说陈局市长 他们在讲说 这是幽灵管线的时候 就讲了说 其实以前就这个照片 就已经出来说 那边就有嘛 各种管道 你就看到 其实那个是蛮浅的 可能连1公尺都没有的 不标准 那我们其实这几年来 因为高雄的活动很多 那我也常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看到这个城市 高雄市民觉得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这个城市是让你有尊荣感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像台北市的这样的做法 这个一个负责任的城市治理的一个首长 它是先苦 但是它是要希望的建立的基础 可以让在这边的市民可以长治久安 但是我们看到南部的有一些的做法是 每次都像在半家年华的 灯点很漂亮 各种渡轮活动 国际的活动等等的 可是这些需要花苦工 慢慢去扎根的 生根的这些都没有做 所以刚刚国助在讲说 那每次到最后一碰到什么事情 都要消防人员出来面对 警消出来面对 这个真的是恶性循环 警消疲于奔命 我们自己看看 其实这次气爆 最大的受灾户是谁 高雄市消防局 他们死了多少同人 很多人都在他们眼前 而且在整个过程之中 我们看到多少这些打火弟兄们 在灾后他们还在现场 我看到那一幕说 那些消防弟兄在叫说 叫刘耀文 小队长回来啦 你回来啦 你不是说我们要同心吗 赶快出来啦 你知道那种很凄厉的 很绝望的那种呼叫声 这个在美国 在其他先进的国家 这群人都要去接受心理治疗的 非常受伤 他们是需要去 去让他们能够卸下 他们这些压力跟伤痛 可是没有 他们这个 对 习不暇暖 马上就是这样的水灾 这个水灾真的是我们消防 消防同仁救灾不利吗 不是 因为他们并没有 良好的一个基础建设 才会让他育雨马上成灾 是 这次让他讲到越讲会越心酸 但是现在在现场的救灾都来不及 何况我们刚讲重建跟安置 这重建安置有包放到这么多 这么多专业的前线的消防人员吗 待会我们会继续带大家聊 我们先来关心在灾区 现场的最新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现在电话上连线的是呢 在前证区竹南里的里长 蔡翠萍 蔡里长 里长好 嗨 里长好 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现在雨是更大了 还是稍微停下来了 现在今天的日子会觉得心松一点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是 对呀 因为今天要停水啊 停水 前两天有水吗 我们有说那个第四台的也坏掉了 我们这有办法就说到 关注的讯息啊 所以 现在连那个讯息 你刚刚说是什么坏掉 不好意思 不是很清楚 第四台的 第四台 所以资讯 也爆掉了 你们的市政府 公共市政府新闻局天天在发LINE啊 那个手机LINE就有讯息 会告诉大家不是吗 对 对 对 跟没好 对 对 我说LINE的讯息是你们都接收不到 还是怎么样呢 里长 不一定 有时候我们就也没时间 没时间去看啦 没有水就要负责 每天没水就是爱去 就要拜托那个张鼓掌啊 协助我们掉那个火车啊 是 今天在这停水吗 早点有水 一样 已经停好几天了 一直都 是下雨过后才停水到现在吗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在那续续 对 那你们有跟市政府那边联络吗 有什么样的联络窗口 让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需求 有 但是也是没办法 还是就是有 那个自然水公司的那个 政府长啊 协助我们掉一些 水车 过来 好 那水以外勒 今天这个也不能进出吗 水有没有 淹水有没有比较退了 淹水是还好 对 那一星路那边已经 没有那么大 那么重的水了 是 嗯哼哼哼 嗯哼哼 啊 你这位是在哪一条路上头 一星路 一星路跟凯旋路 是一星路跟凯旋路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里都整座两边 对 一边北方的 我们就做立法人家 对 两边那边就拜托 那个县德公的那个 那个董事长 阿咖那个 戴天院的院长 嗯 让董事报协助啊 嗯哼哼哼 还有我们的领长 是 嗯 对 对那现在 呃日子很水生活热 我们都知道吼 那怎么办 日子要过现在没水 那叫水车 但是大家还是要吃 要用吼 啊补助金有没有下来呢 补助金啊 他只有 那个一星路上 跟那个凯旋路上的店面的 嗯 其他的像我们里面这些完全都没有辅助 哦只有给店面没有给你一般的住家 对对对 对 那有问有什么咧 有 问过了啦 问过 他就说现在前期是先用这样啊 哦 两个礼拜呢 今天十四天了 已经保证了 对对对对 没关系 李长 我们这个节目现在是Live 在播出 希望这个共识政府 有同步在收看 每天在这里呢 还要从台北放送最新的李明的心情 给高雄市政府来掌握 那我们谢谢里长 那么有什么要需要 我们再来持续跟大家来做关切 谢谢蔡翠萍里长 现在电话线上告诉大家 他是前证区 竹南里的里长 告诉大家是为什么店家先拿到了补助金 一般住家在巷子里头就拿不到 打电话去啊就是还没嘛 所以呢这个詹明清策造不出来 那么多的补助的钱 光是捐款将近29亿元 在现在要怎么用 有计划出来了吗 你要发给谁要怎么用 高雄市政府现在有说清楚讲明白吗 第一线的李明门灾民门 两个礼拜再过的是什么日子 高雄市政府的乱无章法 以及整个低效率 真的是非常糟糕 赶快请教洪律师 现在两个礼拜过去的日子 这么样难过 这些灾民门 可不可以告诉政府啊 怎么样伸张自己的权益啊 有没有这种机会 谢谢主持人 这一件刚刚我们江委员讲的 说是气爆这个人祸 跟后来下雨啊 这又不太一样 天有不测之风云 也有不测之风云 所以我们也无需要说 是人怨以后 然后又添怒 我不愿意用这样来形容 后面这个水的问题 也如我们李记者刚刚讲 这个水的问题 也有诸多的这个缺失 所以无法去疏解 我认为这个还 都有一点可以原谅了 那就唯独这个气爆 绝对不能原谅 你看我现在引用 南部的台湾时报的 这个头版啊 头版看在我所指责的 说让消防人员前往送死 红条跟律师控告成局独职 这样的讲的 他只是讲说 让消防人员送死而已 所有被炸死的 全部都是市政府 这个独职所网送的生命 当然 如果就这样讲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控告 他独职呢 我因为看到到目前为止 灾祸发生以后 陈举在第一个时间 没有道歉 一直在推中央 不能就推厂商 到后来发现说 我们市政府有缺失 所以那三个局长 还有一个副市长辞职了以后 陈举才出来表示道歉认错 那么这样我认为诚意还是不足 你如果第一个时间出来说 我们这一次这个人祸 我们市政府也责乎旁贷 那么我其他要追究的问题 那是另外 但是我第一个时间出来道歉 这样的话 可能他的声望 也许不会就这样急速的下降 而受到这么各方的踏防 不会律师 他声望有下降吗 大家都说高雄人都没有生气 你们高雄人是怎么看待的 我不知道 因为选举还没有开票 不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想会有重大的变化 高雄市民不会那么麻痹 麻痹不仁 明明就是宋史 就是你成局的一个人 你为什么没有横向 纵向的整合 让他各局处在那边各自为政 从8点46分就有人报案了 是啊 9点 到了9点50就发现 到了8点50 发现李长荣的那个输送领悉 降到里了 对啊 他的压力异常 到了9点 二胜一路跟凯旋三路 水沟就冒出了白烟 还有小气暴 还有火蛇 9点15 有一位锐龙路卖乳味的妇人 被排水沟窜出的火蛇灼伤 9点40 荣化跟华印公司他们就停止供料 那是发现有问题了嘛 但是经过30分钟的测试 说测试以后又没问题 然后到了10点到10点10分又恢复供料 是 那么那个消防队的阻密去送死的就是在 10 是在9点55 他抵达到现场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充满了爆炸的危机 还一直让大家这样拼命走 那陈菊他后来自己自爆 因为人家攻击他说 你灾后你没有在现场 或者是灾后你没有在灾变中心 人家报完之前你在齐金会参 那他为了要表示他的这个 他那个行踪 所以他说9点多他到现场 因为他的官邸就在凯旋路 所以路过的时候有看到冒白烟 那他以为说那个是化学冰在喷洒登革热 当然这个讲法也是很离谱 晚上喷什么登革热的化学剂料 平常都是白天在喷是不是 没关系他这个误判也没关系 重点就是你既然9点多 他也没有讲说9点几分 他没有把它说死 当然这个还是存疑 到底你吃完饭从旗金 8点46分人家报案以后 你什么时候赶到现场 这个现在还存疑 他自己讲是9点多 9点多到9点几分 所以律师 所以像律师就你们专业来看 所以你会告他废食职务罪 这已经形成了他可以被告这个罪名的条件了吗 对他到场那个时候就要介入指挥了 好没关系 那你要尊重各单位的意见 来统合 统合的结果到底什么问题 是要横向的还是纵向 如果中央也有问题 那你中央的单位你要整合 那这样的一个第二时间 如果查不出来也没关系 查不出来表示 我刚刚讲这些有冒出火蛇 有气暴 还有人被灼伤 还有融化他也停止供料 那表示问题是存在的 这个时候你就宣布 所有管线通通供应的来源 全部切断 料敌从宽 那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 第一个先这样做第二个既然还查不出来没关系 充通疏散 是好 消防人员在外围不准到里面 所有交通人员管制 不准经过那个危险的路段 好那么人员 律师讲的就是该做通通没有做了 所以现在这个废尺植物罪算不算了 律师现在已经提告了 那雄简说未来会来并案调查 因为现在关于整个责任的归属的部分 在融化在这个华运的部分都已经在告了 雄简我现在告他的意思 就要列入真案 你不能这个打混 如果我们要告他还是没有把这个对象 对雄简的动作到底 是不是太慢 我们待会回来为大家继续来讨论 我们都有在讨论 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看 对我们待会再继续来看说雄简的动作 是不是要动作快点 但是现在大家最无辜的是第一线的专业人士 消防人员的死伤 这个部分 陈菊你要给个什么交代呢 待会回来